欢迎回来的新闻大白话 我们接下来看到是以色列疑似是突袭了伊朗 为什么用疑似呢 因为现在这个气氛相当的诡谀 好我们先看到 以色列是朝着伊朗发射了三枚飞弹 美国媒体就强调说 这三枚其实目标是伊斯法海附近的一座 用来保护和这些设施的一个防空雷达战 好因为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伊斯法海呢 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核设施 那以色列当局呢 他们就提到说是希望能够借这个攻击 表明他们是有能力进行反击的 可是呢这很奇怪啊 因为如果你这个能力的话 那为什么不直接打呢 而是只用一个象征式的攻击旁边的雷达战 甚至呢在这个还秀出了卫星罩 曝光说在这里的重要雷达 因为以色列的精准打击 而真的你看这边有受损的情形了 好那就各种的开始洗版了 说呢在这边啊 可以看到以色列对伊朗呢 已经是挽回颜面了 好各种报道看起来呢 就是不管是用导弹还是无人机 但是似乎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讲说 以色列对伊朗的发动大规模的这个攻击呢 是有效果的 是要帮以色列来保住面子吗 好那以色列自己呢却又很谨慎哦 他们说这似乎是为了让德黑兰可以选择不回应的方式吗 因为伊朗境内的这个爆炸 看起来以色列是脱不了关系的 但是呢以色列的回应呢却是呢 这个说规模有限哦 似乎也不想要让局势有新的升级 好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美国态度是这样哦 更吊诡的是伊朗自己呢也不想承认哦 伊朗的外长呢就不承认这是以色列发动的攻击哦 甚至呢还讥笑说 这就只是像是孩子的玩具一样 根本就不是无人机 那以色列也没有对这个攻击行动说要负责 伊朗也还在调查 那如果以色列真的是袭击的话 当然他们会做出一些严厉的反应啊 可是说是这样说 目前呢最新的是伊朗官员 确定调说这个爆炸是来自于渗透者 而不是遭到外部的攻击 那这名官员呢甚至提到说 整件事情呢其实外国的说法都没有获得证实的 那他们呢目前遇到的都只是被渗透而已 甚至伊朗也有分析家呢表示说 在伊斯法韩哦被防空系统给击落的这个小型无人机呢 根本就是伊朗境内的渗透者他们所遥控的 以色列跟伊朗现在看起来都要顾自己的面子哦 大家都不愿意承认 可是美国呢是不是顾着要自保呢 好在官方没有公开评论的情形之下哦 以色列的媒体啊19号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引用的是外国媒体的资料 当时就报导说以色列袭击了伊朗 但是伊朗的电视报导淡化了这个袭击 而伊朗总统呢则是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哦 他呢持续的来他进行他的视察行程 谈话的时候呢也没有提到任何这个事件 也没有呢进入到高度戒备的状态 那在以色列的部分呢 本土前线司令部呢也没有对民众发布新的指示哦 看起来好像要故作都很正常 可是呢反而是美国呢大动作的哦 就说哎你们的看到的报导呢 他们不会提到 但是呢他要重申哦再度的重申说 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的进攻行动 因为现在呢报导内容是提到说 以色列在攻击前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先通知美国 所以很多人就质疑说 那你美国在里头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是开绿灯吗 好那相较而言哦 哎泽伦斯基现在可能就人情冷暖了 因为呢就大家都把目光放在这个 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哦 那至于在俄乌的部分呢 CIA的这个局长伯恩斯就警告说 除非美国可以提供给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 否则呢在这个亲西方的美国盟友哦 可能就会在年底前要输给了俄罗斯了 那另外还有匿名的官员也提到说 很多美国的武器呢 已经是存放在欧洲各地的仓库当中 可以立刻输送到乌克兰 那有些当然啦最晚的可能数周时间哦 那不管是如何 可是就代表说你明明有武器啊 怎么不开始使用呢 那美国呢为什么不愿意给呢 布林肯呢就有提到哦 再扯另外一个哦 他说呢中国大陆啊 不要一边希望跟欧洲友好 一边呢又助长这个对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者 也是他讲在俄罗斯的部分 那他就说呢华盛顿啊法新社就提到说 华盛顿一再指手画脚 要中国不要给俄罗斯武器 但是呢也没有拿出证明啊 说真的是这个中国军援俄罗斯吗 那最近呢美国现在好像说法又不一样了 开始指控说呢 是中国对俄罗斯提供了一些幕后的支持哦 好现在请教立将军哦 怎么看说呢 以色列跟伊朗 现在他们的这个冲突哦 双方呢 是不是还是在一个面子之真伤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翻页过去了 大概昨天这个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但是原来他们是用代理人的战争 以及用暗中的较劲的手段 转成有一阵子突然变成明的手段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是纳坦雅胡的一个阴谋 他企图要把美国拉下水 那美国也很清楚的认识是我不能角货进去 角货进去来讲的话 我在中东脱不了身 我在俄乌战争又陷于泥潭 那中国在东方这边又绝大壮大起来了 那我必须要在这边这个病例来讲的话 不能同时面对三个战争 那是超过美国力量之外 所以美国就明的跟以色列讲说 我们绝对不支援 但是以色列一定要把这个面子要回来 你被打了以后就被人家 被伊朗扇了一个耳光 你怎么能这个面子如果要不回来的话 你就失去你中东小霸主的身份嘛 那会不会以后就变成说 中东其他各个国家对你来讲的话 就视若无睹 不再尊重你 也不再重视你的均勿能力 所以他这个面子一定要要回来 但是这怎么拿捏呢 我觉得他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对等 就是你伊朗怎么对我的 我一定要把这个面子讨回来 那第二个又是美国不参与 因为美国摆明了他不参与 他必须独立去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你又不要引起重大的 卷入一场重大的军事纠纷 没完没了 所以以色列设定这三个条件 他去想说他我要如何来报复 当然我们昨天看到这些 经过来讲双方来讲 现在很明显的都是媒体 或者是在那边揣测 说你打了我我打了你 但是很明显的 双方的官方来讲都没有正视说 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是发射几枚导弹 还是几枚无人机都没有讲 但是我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件事就是说 以色列如果说是要报复伊朗来讲的话 第一个选定一定是核设施 但你讲说打核设施好像面子讨回来 可是核设施分很多种行为 第一个你直接打他的设施本身 就像是我们看捍卫战士第二级 汤姆库鲁斯去炸那个核设施基地一样 这个很英勇的这个就就那集的影片背景故事就是炸伊朗的核设施了 那他以前也去炸过这个伊拉克的核设施 那是真的是对人家整个设施整个攻击掉 第二个强度什么中等强度他可以攻击人家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研究大楼对不对 核子的研究大楼 我相信以摩萨德他一定有这种情报 核子大楼在哪里 再来紧接着就是什么攻击 用斩首的方式 比如说他以前也对伊朗的这个核子之父 来实施斩首作战 用高科技AI人脸辨识的方式 对这个核子之父来攻击作战 我觉得这是中等强度 那就没想到这次以色列采取的是最弱的强度 只是打这个地区一个雷达战 其实那雷达战要重建很容易了 而且大概如果说就像是以色列自己所讲的 它最强度的武器也不过是用了三枚的导弹 而且我相信这三枚导弹应该只是 这个F-35战机所携带的空射型的导弹 爆炸威力并不是很大 所以以色列来讲也不愿意把事情扩大 那伊朗来讲的话也就是这件事情就化个结束 我想他们之所以会愿意双方这样的结束 有一个很重大一个原因 就双方都忌讳着对方 伊朗这次他展现出来他一个实力 他用了其中武器我们讲说三百多枚 其中夹杂了七枚的这种法塔赫超高音速导弹 他就证明给你以色列跟美国看 说我确实有这种东西 而且你拦不住的 那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种参谋长 他去视察南部的空军基地的时候 也确实证实了有四枚命中目标 那我个人相信确实是法塔赫 才能够穿透爱国者或者是铁熊系统 攻击到这个目标 那这种在我们军事上面来讲的话 这就是什么 就伊朗展现出来 他有一种不对称作战 我虽然说军事空军 什么都没有能力你强 可是我就有这种让你一枪毙命的武器 所以伊朗 以色列还是会很恐惧的 那伊朗自己本身来讲 也会忌惮于以色列自己 在海空军的实力还是比他强很多 所以双方来讲 我认为说就此打住 不会再想把这件事情扩大 然后造成更严重的后续的发展 对 其实伊朗跟以色列冷处理 可是看起来好像美国就 赶快先赶快澄清说 我们没有参与任何的行动 来杨老师 以色列的回应 反击或者是报复 说的好听叫做有限报复 其实我觉得根本就蜻蜓点水 太低调了吧 你跟伊朗那个300枚加起来 比这个无人机弹道飞弹 跟巡弋飞弹比起来 而且是全面性的 事先还公布 是不是 然后呢 不同时间发射 同应时间到达 针对的这个地点 都讲得很清楚 加上这个格兰高地 跟以色列南部的军事基地 他也都达成了 只不过是大部分被你拦截下来 被拦截的理由很清楚嘛 因为他这个花了很长时间 警告你 然后呢 做类似这样的部署 当然了 一些其他美国英国法国的协助 以色列自己的防空能力很强 可是呢 他马上13号19号之后 19号回应 第一个 以色列到现在 没有官方的出来说 他还击了 他攻击了伊朗 他只有 高官跟纽约时报证实了 而纽约时报也没有讲是哪一位高官 他也没有一个就是联合国的 比如说的这个声明 然后等等之类 通通都没有 太低调了 低调到我都怀疑 其实大家一开始 就很清楚的知道 4月1号 以色列炸 伊朗的大使馆在叙利亚 就是要拖美国下水 要去测试一下 伊朗会不会很报复性的回击 那美国呢 就会逼得必须要去协助 以色列 关键是什么 他不愿意放掉那个加萨地区 他不愿意把加萨地区 做任何真正的撤军 他要继续的占领 有效的占领 现在已经死了三万四千人 而且已经有人在医院里面 是被饿死的 这种饥饿式的种族屠杀 他知道 美国内部已经有点受不了 拜登甚至可能会因此 而落选也不一定 所以他要转移 结果这个转移 4月1号打了这个大使馆 这个对伊朗而言 这个不可能 所以他一定要回应 所以他回应的规划的很好 你反而让中多国家 看到伊朗的这种空中攻击的能力 你不要小看他说 都被99%拦下来 真的吗 中间关键的他只用了几枚 那几枚就打到了 对不对 所以他如果在短时间之内 同时都发射 所以伊朗反而展现出 他这个大国 在这个区域军事大国的能力 美国呢 美国不要说他在加阿富汗或伊拉克 过去这个坦痛经验 你要去占领别的国家 然后撤军 你根本没有这样子的 这个能力跟意愿了 那甚至更 更进一步的 你如果伊朗真的冲突了 你就算不去陆地上占领 从事陆上的战争 你有没有真的在这个区域 中东地区 长期反应能力 美国 我觉得也不够 我觉得也不够 所以美国一开始就知道 冷静下来 那也请中国大陆跟伊朗这边沟通 冷静下来 所以伊朗就说 我没有看到你任何的声明 所以我也不会做任何的回应 所以这个事情 现在没有大事化小 不要误会 大事没有化小 但是呢 放缓了 就至少先降温放冷 来 宾哥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现在蔡斯很明 因为不管伊朗也好 以色列也好 美国也好 没有人希望这件事情闹大 因为闹大对大家都 没有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我觉得形成一种仇敌之间的默契 就是 以色列可以宣称他想要 伊朗宣称他想要 各取所需 对大家各取所需 然后这件事情就至少 在现阶段不会引起更严重的冲突 那就OK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落幕了 我觉得也很好 至少对全人类来讲是件好事 因为他们如果继续纠缠下去 对大家都不好 所以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够借由 这样的一个情势的转变 慢慢能够让以色列在 加萨棗囊这边也可以放缓 至少让巴勒斯坦的人 能够得到更多的援助啊 让他们生活能够改善 不然的话 那边的人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 这情况真的是非常糟糕 那但是呢 现在乌克兰这个地方 美国的处置是非常吊诡 你们这边讲了 其实他在欧洲很多 弹药库啊这些东西 库存了很多武器 随时都可以送过去 那 现在讲的一副好像就是你国会不通过法案 我没有办法送过去一样 其实不是的喔 因为以色列就是个民政 当初以色列遭受袭击的时候 拜登立刻 紧急拨 拨了军火 跟弹药 绕过国会 根本没有经过国会同意 紧急就送到以色列去 那现在乌克兰情况也很紧急啊 那为什么拜登不用这种权力紧急把你在欧洲这些弹药 直接掉过去啊为什么不用 其实就表示他不想 他不想这么做 所以 所谓的是国会拖住了 我认为那只是个借口 其实现在他们就是 反正情况就已经是这样 慢慢来吧 就是反正能拖一天就拖一天 那 我个人认为现在整个态势对乌克兰是极端的不利 因为你看泽伦斯基最近的几次谈话你就知道 他是越来越窘迫 然后我觉得他最近做的最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直接去 指责 美国 跟英国说 你们都帮 乌克兰不帮我 你们去帮他烂飞他 以色列 然后你逼 帮以色列不帮我 然后结果 逼着英国跟美国直接讲 以色列跟 乌克兰是不一样 就这样子啊 因为以色列的对手是伊朗 可是 你的对手是俄罗斯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 乌克兰这个情况再下去 真的泽伦斯基是逃不了好果子吃的 应该要想办法 去思考和平的方案 对和平 但是这个恐怕要打到这两字蛮难的啦 更多国际内容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这一节呢要先从 中美的关系开始讲起 中美关系真的和缓吗 为什么我们要打上问号呢 好带你来看 因为呢这个 原本呢说有这个 最萌的外交官之称 就是这好可爱的熊猫 他出动了是因为呢 中国野生动物的保育协会 和美国旧金山动物园 签署了一项 合作的意象书 那确认呢会有一对大猫熊要 在2025年 抵达旧金山 好那当然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一个双方释出善意的象征呢 因为过去有这个熊猫 或者是猫熊 他本来就是一个当做外交上嘛 大家会有一些合作 好不过呢 这个另外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在最近呢 也说要访问中国大陆 北京也说有释出善意是欢迎的 可是政治面是如此 但是在经济面呢 拜登政府却是持续的制裁 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呢 也是直接的来回击 好我们看到戴琪呢就提到说 对中国商品关税的审查 将很快结束 他说预计啊很快就会对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要加征关税 那这个审查会有一个结论 拜登政府呢 还在研究说 如何让相关的措施更有有效性 好可是呢大陆官媒呢就强硬的回击了 他们就说 美国对中国造船啊 物流啊发起的301调查 假设对所有中国航运的船只征税的话 那就会面临到中国船队 规模来到2.4亿总盾 从总盾来说 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船东国了 那这样的打击范围呢 相当于就是在跟全世界作对 等于这个把话已经先撂在前面了 好另外呢 是有提到说布林肯来中国 如果还拿出这一套说辞的话 那不满的可能不只有中国 还有欧洲 甚至是全世界任何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 那在美洲贸易的矛盾加剧的时刻呢 中国商务部又宣布了说从周六开始 原产美国的进口饼酸 也要加增43.5%的保证金 所以中美和缓 这是不是只是表面上呢 因为双方在台面下才是真的暗潮汹涌 好那我们看到一个产业就是电动车 因为我们知道大陆呢最近也在极力发展电动车 可是相比一下 看看特斯拉呢 最近哪真的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他们呢 最新的这款车 现在要召回3800多辆 那主要就是因为呢 这个油门踏板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也变成是特斯拉在销售下滑 股价大跌面临到又一波的新问题了 好不止这样 马斯克呢 现在又说他可能要面临到裁员的危机了 是10%左右 另外他的两名左右手呢 也相继的在这个时刻辞职 而且这个已经是近期 他的这个高官呢 辞职不是只有这两个 还有其他的人 所以等于说他们是不断的发生状况 分析师就直言啦 这对特斯拉来讲是一个 不祥之兆 预测呢未来特斯拉会面临到非常的艰难时期 但是反观中国大陆现在呢不断的要来加强 研发这个电动车的部分呢 像是这个方程报的产品呢正式发布了 那就说展示了这个未来 可能用户你的生活呢 会有一些全新的形态 号称是比想象的还要精彩 那另外是比亚迪呢 也凭借着说 荣耀版的车型 在三月份呢上演了翻身大战 甚至呢有外国人呢 他们还拍了这个买的比亚迪的车 跟朋友介绍各种的功能 让朋友呢也觉得好羡慕 我们先来看一下 喂喂喂 Hello my friend how are you 触断毛了 你怎么有武器啊 我还有没有 让你开解 让你触断 你怎么 你怎么 manufacturer 等下楼 喂喂喂喂 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发展来势凶生 我们看到还有是齐瑞 他在4月19号也要进驻西班牙 还说计划到2024的年底 主要生产电动汽车 法新社的分析就说 这表明中国政府在欧洲市场的凶心壮志 还说在欧洲本土直接设厂 就代表说他能够规避布鲁塞尔 可能对汽车进口会征收的一些关税 未来能够更有效的人物欧洲市场 先请教杨老师 怎么看说中美关系 账面上看起来和缓 可是这是不是沦为一种表面功夫 尽可能的维持彼此不会撕破脸 不会变成真正的直接战争 不会真正的在经济上完全脱钩 也不会进入到所谓的新冷战 因为尤其是美国 他不愿意面对这些的后果 我觉得现在我们形容中美关系 以前大家都说中美对抗 中美争霸 或者是中美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从川普 那个时候2018年看到现在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美国主动发动的 经济 贸易 科技 军事 外交 到就是甚至话语权 地缘 那它是全面性的 我觉得现在的解读是 美国对中压制战 压制 压制什么意思呢 我从一个就是就火力压制的 这个概念进来 火力压制的军事的用语 用火力去压制敌人的这个炮火 所以他现在就全面性的去压制 中国的发展 成长 然后呢 让美国守住自己的核心 那觉得呢 他也许在美元霸权 跟他的这个科技主导之下 他可以持续维持他这个霸权 这很清楚 这是作为一个霸权的 这个过去西方五百年来都是如此 他把要崛起中 要从梯子上爬上来 挑战他地位的这个国家 给压制下去 给踢下去 把梯子给踢开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美国对中的压制战 那中国大陆做什么反击呢 大概就2018年那个时候 川普对就是 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他做了一些回应 也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其他的回应 跟美国真的是不能比 可是呢 双方真的是 有这样子一种形成 所谓的G2的这个体制 很清楚 那因此你就看到 美国在贸易 在科技上面 处处其实现在在加码 处处在加码 那我觉得 在像是这个电动车就很清楚 你看特斯拉 这个现在前两个月啊 第一季2024年 那现在已经很清楚 光这个车的数量 已经是BYD 比亚迪超越特斯拉 你更不要说特斯拉 目前面临到的一连串的这些问题 这都是开始出现衰败的一个挑战 当然马斯克也许他是面临挑战 解决问题的专家 我们看他们怎么解决 那至于你刚刚讲到那个 这个方程报 它是一个系列 它那个最新出来的 是个超跑 叫Super9 Oh my God 你看我看他那个介绍 所以比想象精彩吗 非常精彩 比那个法拉利还要的 这种帅的 还要漂亮 他是找了德国那个设计总监 然后呢 没有车 没有车盖的 两座 而且非常的漂亮 当然我们现在没看到他一些 真正试跑 一些其他的这个数据 我想BYD在其他的这个层面 应该都是表现不错 所以他一下子 不只是亮 他甚至进入到最高阶段 过去的SUV 然后呢 到现在这个超跑 也就是说 他可以在这些层面 跟西方现在已经平起平坐 而且不要忘记 他是电动车 那所有的德国的 这些大气市场都知道 你这个时候不太可能 去进这些中国电动车 进入到德国的市场 因为你如果这么做的话 中国大陆也会对你 德国的车子 欧洲的车子 采取同样的这种关税 甚至民众可能会反感 那你知道现在 中德之间 中欧之间 唯一一个产品项目 欧洲还保有顺差的 那就是汽车 那就是汽车 因为销售总量还是如此 所以我最后再提一个 大家知道美国在讲 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 你知道所有德国车的国产车 有百分之多少 这个出口呢 百分之七十五 韩国呢 百分之七十 日本呢 百分之五十 这还不算这些车厂 在他们国家以外 所制造的车子 我们台湾把 Toyota Honda 都叫国产车 对不对 可是中国大陆 它在去年 二零二三年 的制造的车辆 出口的 占整个国产车 多少 百分之十五 谁再产能过剩 就很清楚了 来 这个立项君怎么看 布林肯准备 访路之际 然后现在中国大陆 好像也是正面的硬杠 我先讲一下熊猫 我对熊猫比较有兴趣 你看 其实我印象中 这次又要熊猫送到美国 我心里头蛮有点担心的 因为去年来讲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鸭鸭 从美国 给它们养了乱七八糟的 然后又瘦又干 大家为它的健康 真的是非常担心 后来美国实在是 自己养不起了 就把它送回中国来了 那这次来讲的话 我们这只 可爱的熊猫 还有一对 一对要送过去 又要送过去当外交大使 希望美国好好善待这只熊猫 不要再跟以前 对鸭鸭那个样子 不然的话 以后来讲 我觉得中国就不要再把熊猫 送回当外交大使了 那第二个我想说 中国跟美国来讲的话 其实确实感觉上面 表面上面有 趋于缓和的形象 譬如说我们看到 最近这几个月里面 从习近平跟拜登两个 通了电话以后 然后紧接着就是 以前从气球事件之后 双方的国防部长 就是这次董军 也跟奥斯汀 也通了电话了 这个叶伦也到 到中国大陆去做访问 然后再加上布林肯 这次来讲 第二次等于说 一年之内第二次 到中国大陆来做访问 表面上面看起来 好像双方又恢复了 沟通的管道 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 却是说 在私底下 实质上的竞争 是绝对不松手的 我们看到国防部长 通完电话以后 第二天 美国的P8A的反潜机 立刻到台海中心来 对不对 叶伦走的时候 还特别讲产能过剩 然后这些种种等等 这些事情来讲的话 显示的双方虽然说是 高层的这种见面 会谈通话 但是并不表示说 双方来讲愿意从此 走上这个缓和的道路 我想中美双方来讲 竞争的路还很长还很远 我们有的这后续观察 来 宾哥 其实说真的 我是不太赞成 再把熊猫送到美国去 因为上次那个 去年那个大家记忆 前车之间 对啊因为真的是那个熊猫受到很不好的对待 我觉得我们人类的事情 不应该牵涉到熊猫身上 这个是不太好的事情 那当然中美之间的竞争 是一直会持续下去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大陆开始 就他自己的方式 来开始对美国做出一些反击 既然你要 因为美国最喜欢在全世界各地去 跟人家争反倾销税 或是说人家那个保护主义 那现在他也反过来 我也来用你的方法来对你 那看你怎么回应我的东西 那你看美国每次都哆哆逼人 一下说人家产能过剩 一下又说他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好像美国才是全世界的指导者 那中国大陆他为什么在传的 这个方面敢这样子 直接跟他对抗 因为我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传团 那你如果要 要对我瞌睡的话 那没关系啊 那就是全世界的运费 全部都受到影响 对啊你们自己也会倒霉 那看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实际上中美贸易战打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美方看起来一直没有占到绝对的优势 最大原因就是因为 他每一次对中国大陆的产品磕碎之后 谁倒霉 美国自己的消费者倒霉 你的消费者就买不到便宜的东西嘛 所以美国一直在玩这个东西 到底能够玩多久 他自己能够承受多久 我觉得看起来美国这几年 慢慢慢慢已经开始玩不太下去 这种东西了 各位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作恒 欢迎呢我们在一节参与我们讨论 我们先来看到哦 是在这个赖清德呢 就职典礼准备要到来了 520哦 可是这个主视觉呢 现在终于曝光了 不晓得大家觉得好不好看哦 但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哦 他的手提袋呢 说是由知名的设计师来操刀的 那上面呢还会有一些纪念徽章啊 这是有猫狗意象的 同时呢也写上守护民主台湾平安 这个平安福哦 好那很多网友就说啊 现在送这个平安福来得及吗 与其送这种祈祷式的 倒不如就来点实际的作为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大家很担心的是 两岸的关系又要更紧张了 好520前呢 出交了大陆呢认定了 台湾的聚碳酸酯有清销 所以呢违反规定要来征收最高 百分之22.4的反清销税了 而且不只是这个哦 现在还有啊说这个M503航线 的启用和调整呢 说是呢本身应该要对两岸都有利的 但是台湾呢当时如果叫区 他说这就是叫错了方向 等于说呢现在针对航线的部分 以及刚刚讲到这个针克税的部分 北京方面一天两度的施压 而且现在学者更直言呢 说到520前啊恐怕还有更大的动作 好那不只是这样哦 我们来看到呢解放军的部分呢 现在也持续的来再进行看起来在备战啊 解放军是成立了这个信息支援部队 好习近平也直言说这就是要聚焦备战打仗 按照这个体系融合啊 悬域支撑的战略要求 他们建立了这样的部队啊 那这个部队呢 他其实是一个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 是统筹网络资讯体系建设运用的一个关键 主要也是要推动呢一些像是未来打赢 现代战争哦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还有是我们看到哦 这个福建舰的部分 目前呢可能会登上福建舰的舰载战机呢 已经是全部现身了 其中呢大家很关注的就是 最新登舰的这一个轻型教练机哦 让外界比较意外 因为呢这使得福建舰的这个上面舰载战机 可以增加到5款 如果再加上直升机啊 无人机啊展示的实力呢 甚至可以追上美国10万顿级的这个超级航母 好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海上的哦 另外呢在F-22战机呢 现在也说可能不再隐形了吗 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呢 就有一个最近的宣布 他们开发出了一个新的雷达探测方法 能够显著提高对F-22和其他隐形战斗机的探测能力 好另外呢这些措施哦 是不是让美方也相当的紧张呢 尤其520要到了 我们看到呢罗森伯格在台湾大选之后 马上两度的访台 那也和赖清德来见面呢 是不是也要讨论说 接下来在两岸方面呢 以及这个中美关系啊 该怎么样来有一番说法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感觉非常好处理 我们跟他有关系的关系 我们跟他有关系的关系 我们跟他的团队 最后我会说的是 我们跟他有很多好谈论 他有关系的关系 他有关系的关系 包括他的计划 包括他的计划 我们当然非常欢迎 好除了罗森伯格呢 是两度的访台之外呢 还有就是布林肯呢 也要到中国大陆 那他说呢 美国和中国要维持开发沟通的管道 避免双方竞争变成是冲突 更直言呢 说这个敏感的台湾议题上呢 更是需要直接沟通的 而美国的印太司令呢 也提到说 如果中国要作战是不缺人手的 所以台湾不妨是用以色列为鉴 那以色列面对恐攻 一天内动员出36万人 这是为台湾做出了一个示范 那美国的情报局局长呢 伯恩斯呢 则是直言呢 说习近平已经是决心 要在他的任内要掌控台湾 当然呢 他说这不是代表说 明天下个月或是明年 但是呢 代表着要更谨慎的来看这件事情 好先请教兵哥 这个赖清德最新的520就职主事局 这个平安符哦 可是这个这个是求心安的吗 那很多人都说不如来一点实际的作为吧 老奖我个人对设计没有研究 所以这到底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我是觉得还好吧 我觉得这种象征性的东西 有时候没做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重点还是在实际的事务上面 那我觉得要对中国大陆 展现出愿意沟通的诚意其实没有很难 只是赖清德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那你不愿意做 你的泰色摆得这么明显 那大陆 我看他也不会客气 他现在开始就是很多步骤 其实大家可能 我相信民进党可能要操作成说 你看大陆就是故意要欺压台湾 可是 在我看来 大陆就是把一切回归正轨 既然 你当台湾不把我们当同胞 那我也没有必要对你客气 那我们就一切公事公办 我认为你倾销 我如果查到实质的证据 那我就科你的反倾销税 就是这样 那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看这个消息从昨天到今天 你有看到我们相关的单位 有提出任何对应的措施吗 完全没有 实际上这次去年人家就已经提出来了 那请问一下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做了任何努力吗 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们的政府就是 把我们的商人全部都放生了 就是大家自求多福吧 你自生自灭吧 政府帮不了你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那我们要这个政府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那 52M503的航线也是一样啊 求一下我们除了 人家改回来之后 我们除了说不行我不能接受 然后我们就要抗议 然后结果呢 结果无效啊 因为这是M503一直就是 当初就是跟国际民航组织申请 人家国际民航组织划定的一个航线嘛 那马英九的时候因为两岸关系不错 所以老公愿意让 那现在两岸关系不好人家就不让 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我们有任何对应的办法没有 就是眼睁睁的看人家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的政府 今天你要告诉我抗中保台 那你真的有办法反制对方的动作的话 那你就去啊 可是我们政府的抗中保台是 我一切都不接受 我不愿意跟中国大陆做朋友 那可是问题是 人家做了任何措施你就只能瞪眼看 从佩洛西来台湾之后到现在 所有的事情不是都这样吗 飞弹飞过去 你只有叫大家不要抬头 然后呢人家在围岛做军演 你就两手一摊没辙 现在人家天天越过中线啊 甚至逼近到24海里 甚至渔船直接到6海里 我们一样没辙 我们就是束手无策啊 那这样一个束手无策的政府 请问一下 你到底要怎么保障我们的安全呢 那你瞪着眼睛看了人家现在不断在进步 福建舰他现在连这个空中预警机都上了 你要知道过去他们那种滑钥式的航母 这种定义机是没有办法上去的 可是现在他可以上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人家的实力逐渐在进步 代表他的电池弹射器是可以做个用的 至少老公自己对这个是有信心的 然后再加上他其实更多的教练机也上去了 表示他以后会直接以这个航母做平台 在上面直接测试 他的飞行员可以大量产生了 那请问一下面对人家深深的战力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无解 就是这样 所有的东西都是无解 然后只会用嘴巴讲 那请问一下这样意思有什么用呢 那选你当总统不如选你当评论员好了 我绝不就是这样 你来这边评论好 我来当总统好不好 我都觉得我比你会有对策 所以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 那美方讲的跟真的一样 哇赖清德非常配合 我们也他也都知道先后顺序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紧张 他干嘛一直跑来台湾干什么 如果赖清德对你是言听计从的 美国要求他全部都照办 那你神经兮兮兮兮兮兮兮的干什么 所以显然事实就不是这样 所以罗森伯格也不用去讲这些有的没的 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就是 美国的印太司令 希望我们比照以色列 一旦发生事情全民动员 那请问一下 你是准备台湾真的有一天会发生战争吗 你是真的希望台湾每一个人都变士兵 然后去跟解放军做殊死战吗 我们就要把台湾变成这样的一个岛屿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荒唐 就是美国一步一步的逼着台湾 去走向一个跟解放军打向战成正战的这样的一个决境 这是台湾人要的东西吗 这个对台湾的子孙真的有帮助吗 真的我们可以避免这条路吗 嗯来就杨老师 怎么看说美国现在是不是也很紧张 所以对赖清德代表是不是有点不放心 我是很支持韩冰去当总统 我觉得一定比赖清德好有对策 对不对 但是赖清德做评论员一定不如韩冰 那我觉得赖清德其实你看很清楚嘛 他现在就是持续巩固他的台独立场跟主张 国安团队基本上就是美安团队 就延续蔡英文留下来的 美国人熟悉的 美国人掌控的 听话的 所有的国安团队以外 你看都是他自己的人 读书会内阁 才能一般 但是呢 还是给他撑个赞 因为呢 他引用各种不同的人 可是又能对台湾面临到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改变 大家都不看好 经济 环境 劳工 都放对人 还是放任何人 其实能够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吗 所以 其实赖清德我觉得他大概这个灭月期不会很长 我讲的是台湾自己内部对他的灭月期 然后他把郑文燦放到海基会 台湾的媒体都在解读说这是对北京释放善意的这个讯号 那你没有搞错 你以为这个北京人这么笨吗 那个海基会的位置不是退休就是过度嘛 是不是 那郑文燦当然就把他当过度嘛 那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他也不是两岸关系的决策者 这个时候啊 延续的马习二会下来的两岸 尤其是大陆这边习近平释放的这种 就是中华民族两岸交流 两岸和平的这个讯号 我觉得要有人去做回应 不会是赖清德 你会你觉得会是赖清德吗 你看看他设计的那些 就是守护民主你就知道 是不是 把守护民主挂在嘴上的 基本上其实就是要去对抗 就是抗中保台 那这是他们的主张 一直以来就这样做 所以这个时候国民党对于两岸 就是说反对党 两岸的访问强调 比如说开放观光 实质交流或者是一些台商权益的扩大 两岸的和平 两岸的交流 要把这两岸和平 两岸交流的台湾真正的主流民意 那个六成的民意啊 把它凸显出来 为什么 因为赖清德不会做 赖清德不会做 他可能会制造更多的动荡 或者是不安 那罗生伯格在选完之后 1月13号其实来了三次了 我刚确认一下来了三次 第一次就是在1月14号 陪那个高官团来 第二次陪的议员团来 第三次在3月底的时候来 来的时候呢 让就是说214事件之后 金门金融撞传事件之后 本来在3月30号 金门各岛要面对厦门的这个炮 这个炮火演习的 让他停下来 你看看赖清德 这个现在2月14号的金门撞传事件 到现在变成一个悬案 两位大陆的渔工还 尸体还冻结在那边 在金门 没有办法进展 那然后呢 还要做炮 这个炮击 这一些他们用的 他这个国安团队 美安团队 你觉得在520之后 能够怎么样的改变呢 所以当美国人说 要学以色列 以色列 你有没有搞错 学以色列去做屠杀 还是说学以色列去打巷战 加萨跟以色列是连在一起的 台湾面临到了这个第一级 会是什么 城镇战吗 在城镇战之前呢 火箭炮导弹 所有的军事设施 雷达 飞机 港口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居然这样子的一个印太司令 讲这个话 既无专业 纯粹政治喊话 为他下台了 他大概为他下一步 我不知道 他也许去军火公司 他也许先去过个智库 做个研究员 过水一下 很清楚 每一位要离开的 美国的政治任务 包含这个CIA的局长 我觉得他大概 自己评估啊 拜登可能选不赢了 所以在这个之前 不断喊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是不是 习近平这边 旁边有放 放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线索 对不对 还是间谍 他不断的在喊话 他之前喊2027 现在又不断的 在喊这个东西 当然了 我们要听 要注意 可是呢 你要分得清楚 什么是政治喊话 什么是真正的 专业的建议 易将军 怎么看说这个解放军呢 现在说是不是 持续在备战 怎么看他们 现在这些进展 其实你看哈 这个成立这个信息 支援部队 其实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有没有做过 我们台湾有做过 可是我们台湾失败了 我们台湾叫什么 叫通知电指挥部 七年前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 建军第一件事情 就成立这个通知电指挥部 但是今天宣布 腰斩结束了 解散了 所以 但是这个部队重不重要 我跟你讲 这部队有多重要 现在来讲 我们现在战场 空间来讲的话 可以从太空到空中 到地面到水面到水底 然后武器的射程 从步枪的200公尺 一直到这个远程导弹 射程大概数千公里都有 然后这个 所以你要发展这些武器 能够让它发挥统合战力 必须要靠几种手段 要几种手段 指挥通讯 情报 管制 监视 侦查 资讯 等几种手段 才能够将这些武器 统合发挥在一起 所以要能够发挥在一起 就要有一支这种部队 来做这件事情 这支部队 就要做信息指挥部队 我们台湾知不知道 这种东西的需要 重要性 我们当然知道 但是我们自己 通知电子指挥 没有办法成立 我们之所以没办法 成立的原因 没办法贯彻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 人才不够 我们招募不到这么多 高阶的科技人才 来成立这个部队 第二个 我们的这个设备不够 我们资金不够 我们国防预算 都拿去买潜件了 真的这些重要东西 无形战力 老百姓看不到的 他不做 那老百姓只看得到 我弄一个潜件 好厉害啊 国军雄壮威武 但是真的是 影响到战力士这种部队 人家老共做出来 我用一句很简单的话 跟大家形容 这个讯息资源部队 它的重要性 就像是什么 就是一个把 把这个千里眼 跟顺风耳 还有千手观音 结合在一起 然后一起练成六脉神剑 你说这武功大不大 就是我再远的敌人 我都看得到 在上级 在远的地方 或者有军再远的 这个通讯联络 我都可以接收得到 同时我跟千手观音一样 有各种武器 从飞弹到飞机到战舰到无人机 全部都能够掌握得到 那再加上 炼成的六脉神剑 能够发挥 统而一致的功力 那你想想看 这种威力大不大 所以这才是真正 真正军队需要的 那我们国军也知道 我们国军不是说是 都外航 也不是吃素的 只是说我们的政府来讲的话 不能够支援我们国军 我们政府用了一些军事人才 都是外航的嘛 只会做个潜舰买个飞机 让老百姓看得到 你看我们有飞机 我们有潜舰 那真正无形 最重要的战力 这种东西没有成立 另外我讲这个动员 动员部队 这根本就是骗人的 为什么我讲骗人 你知道我讲一个 你不是把这些人 后备军人叫过来以后 就有战力 你必须要会 这个操作这种武器 光一个炮兵班 我们看每次炮兵 这个演练的时候 你看到他这边呼口号 对不对 射手 附射手 弹药兵 弹药兵 标杆手 瞄准手 高低手 有很多种 一个炮班每一个人 他有专门的职责 那你这些人 退伍回到部队以后 你必须要 你要再成立一个炮兵班 必须要把这些人 援兵归援位 他才能够很短的时间 五天的时间 经过临战训练 才能够发挥战力 结果你把炮兵拿去 当步兵用 步兵拿去开战车 能够发挥战力吗 他完全没有这种效果 第二个我特别讲 这个大家不要认为说 我们后备军人有多少人 这个我只讲一件事情 如果说一旦中共 现在我发布一个假想定好了 如果解放军开始东部战区 准备在沿海地区各港口 辞职战备集运开始集结 我们要不要动员 要不要动员 好要动员 那台湾的这些人动员以后 那我问你台湾生产率 会降低多少 那你当你动员到部队 临战训练 搞了一两个礼拜以后 结果他们那边人下船了 他不打了 解散了 那我们这边的兵怎么办 你这动员士兵 要不要让他回去 如果经过两三个这种折腾之后 我跟你讲 台湾大概士气全部都垮掉了 那今天问题是说 中共可以跟你玩了一起这种游戏 我们跟人家玩不起这种游戏 所以讲这动员 除了说是这个原兵归原位 这就很旁 很复杂一个工程 不是你嘴巴讲说一叫 说人集合三十五万 哨子一吹就集合了 那是只能当炮灰 那不能真的是当打仗用的部队 对所以说到这个 用以色列为鉴 恐怕很多台湾人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说到以色列 我们接下来马上也要讨论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